成人爱旅游第一次欧家三人 连同好朋友李泰俊一起出游 选择到台湾去喝玩乐 同时在第一时间进入还没正式开幕的 台北国际花卉火轮会的上帝 看个究竟 要玩哪 李泰俊啊 小帅 你们好好跟我解释一下 我们来到台北啊 为什么没有带我们去吃那个红米酸 还有骨肉饭 对啦 怎么样我们都要去放箭一下吗 比如说去士林啊 西门丁啊 美姐 你还想吃啊 还想吃啊 我跟你说 跟着我们两个呢是没有错的 你看啊 这个上海的事母会 已经要结束了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我们带你们先来 这个万众期待的 2010年的台北国际花卉博览会 还没有开咧 看怎么看博览会 我跟你说 这一次呢 我带你来到这边 是因为我们有特别的通行证 然后呢 你可以去看看这四大地区 总共呢 十四个不同的展馆 还没有去啊 他要去 你等一下去 我们两个跟他 我不要 我不要去 我们就要跟他来走就行了 很大 整个展区的总面积大约是92公顷 介于松山机场和云山饭店 总共有七个入口处 今天正式售票 今年11月6号正式营运 为期171天 展区获得国内海外人士的鼎力支持 台北花博会的四大特点分为 花卉园艺实力 文化艺术特色 尖端科技成就和环保生态关怀 大家落足实力 抓紧分秒积极筹备 以最强的倡议和大家见面 大姐 美姐 看这栋楼 你跟我说它的建筑特色是什么 美 你真的是很没有脑 好像泡泡这样 其实这栋楼的环保概念非常的强 因为你看到外面最好像你说泡泡的 其实它是宝特瓶的 你知道吗 他们拿回来 然后压缩成宝特瓶砖 然后里面的架构 就是用那些钢 然后还有这里生产的竹子 因为钢是可以回收的 所以这个建筑屋是很绿的 而且从建筑一直到洛城 它有零碳排放量 所以是世界第一的 哇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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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花卷让人住了吗 好 你可以去试一试 拿地骨咯 花痴住在地骨 每一个展馆独具特色 肯定万众瞩目 大姐 小弟 你们知道吗 来到台湾除了吃毛肋火锅之外 我们还要吃什么 不知道 天香微味锅 据说里面那个汤头 是用了六十多种纯天然的植物熬成的 真的吗 这个火锅地上好像很好吃 一定要去吃了 那个李泰君吃饭是直接跑到来去的 还有 你已经打头正棒 我们去定位了 走 欢迎光临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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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台湾第一家 引进蒙古药膳火锅为号召的专卖店 自争取得失传多年的秘方 沿用当年元太祖成吉思汉 神奇的养神汤头 让大家品尝这个独特口味的火锅 这个汤头很厉害 是用六十多种植物熬了很久的时间熬出来的 我现在喝这个 等一下 等一下 先不要喝 我们现在应该用这个汤头煮这些菜料 煮好了之后你真的想喝汤 你才要跟老板讲 然后他们就会下这个高汤 你看这个分子两半嘛 一个是麻辣的叫天香 一个是没有辣的叫做回味 而且听说他们这个高汤是用老母鸡 来熬炖的 一点盐啊 味精都没有放的 它不是很辣喔 有来 有点辣了 我从头发现有点辣辣了 有事是没有辣的 茴香 对 里头有当归啊 枸杞啊 香草啊 还有姜片对不对 我试一下麻辣的感觉 真的是第一口你吃下去了你不会觉得辣耶 不过之后你会慢慢有那种麻的感觉就会了 麻的嘴都是很辣啊 除了多种新鲜食材工选择 这里还提供好多独特的下锅配料 让大家开心的饱餐一顿丰盛的火锅宴 真的有汤耶 真的很香 以为我要吃我的起司 它都没有了 它都没有 你去烫锅之后 它的姿势融掉 然后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很香这样 这是什么菇吧 这是鱼子酱 鱼子酱 鱼子酱的 这我吃一口感觉 很Q啊 它鱼子酱的 它在鱼盐里面 不像我们吃药物吃的甜饼里面 里面有那个椰丝这样 很好吃 这个就是蒙古包 里头有肉啊 蘑菇啊 还有蒜 很好吃 它很好啊 我想要喝了 可以吗 大家要喝汤 可以可以可以 加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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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姐 要不要喝汤 不要烧 不要烧 真的是熬煮出来的汤 我觉得加了一个鸡汤之后 这个回味锅呢 让我更加的回味无穷的 我第一次多一点 然后这边是这样 大姐 这个是你的 那你这边有没有吃 有 有 有 我吃 你想不要写名字 不跟我们新欧的人 我一直拿 给大姐 什么都给大姐 我这样我要自己吃 饱餐一顿之后 马上到这一家有专人设计 概念前卫精品酒店住宿一夜 设计师喜爱玩味色彩 也爱展现无限资产 大胆超烦的理念 让有缘的过路人留下印象 体验到难得的精彩 相信将给大家带来 无法忘怀的暖暖回忆 美姐 这酒店很好了耶 样样具备 而且样样免费耶 真的啊 太舒服了 我跟你们说啊 这种社会的享受呢 出一课晚上就好了 不要太浪费钱了 大姐 我跟你讲 如果你要的话 还有那种迷你房间吗 那种呢 就比较经济实费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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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我们都讲了 我们出国就是好好的享受 不要想那些什么花费的东西 不管了 我就是要住这间 你去che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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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ing 这一家酒店外观前卫独特 室内另有乾坤 大约40多种不同主题设计的房间 为忙碌的都市人 提供一个惊奇乐园 无论房间的大小 一律体现缤纷的时尚色彩 设备齐全又完善 毫不吝啬于空间的运用 绝对是一大享受 仔细观察 这个房间的型号 自创一格的体现现代艺术的气息 无论是为客人准备的杯子 或是多媒体功能的灯效遥控器 别致贴心的设计 让人感觉如此的体贴窝心 这里绝对让一路旅行在外的游客 获得舒适又专业的照顾 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精心体验一番 成人爱旅游 继续在台湾的旅程 前往位于东北部的宜兰 吃喝玩乐看风景 随着雪山隧道的开通 让宜兰成为台湾人 作为一个短暂休闲的好去处 现在首要任务是 选找当地人的最爱 体验地道的独有特色 感受浓厚的本土人情味 欧家三姐弟 我们来到宜兰市的北门 一定要去试试这里 当地人很喜欢的样东西 肉羹 对对对对 我听说他们很厉害用蒜的 蒜怎样蒜 东西是一碗一碗卖的吗 怎样蒜 妹姐好像不是蒜苏的蒜 应该是蒜头的蒜 大姐你真的很厉害 就是蒜头的蒜 不管是蒜末还是蒜苏 我们吃了才蒜来 可以啦 吃了蒜头 做酒吧很臭的 那 担心什么都没有人跟你接吻 你不吃算了 我们自己吃了 没关系 我们自己吃了 这家小吃店营业四十多年来 以红萝卜笋子熬煮的独特高汤 和肉羹原汁一起下锅 加上独家秘诀的蒜末和蒜苏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让客人品尝到用心调制的好味道 在街坊邻里的支持下 口碑远传 排队的人 无论是打包带走 还是打算在店里享用 都非常井然有趣的 等待店家的召唤 对号入座享用 我吃的就是纯粹是肉羹的嘛 然后我觉得它的蒜香 是非常的重 不过它的肉呢 非常的嫩滑 很胖身 有的是加了那个果条的 吃起来感觉好像在吃西加坡的乳面 但是它的汤 比较脆脆 对 比较保稀一点 我吃的是肉羹米粉 你知道吗 米粉台湾都是很出名的嘛 因为它肉羹浓稠以外 加上这个米粉的那个质感 味道很香甜啊 你们不会觉得在这样的环境 吃一下好像很道地 然后来到台湾 我觉得好奇怪 这个地方小小 过来吃的有很多 大姐 我跟你讲 你要学会怎么做 然后那可以去我们的咖啡店卖 可以 你就说可以买咖啡了 也卖咖啡 不过也卖这个 大姐 对对对 我是赚稿 我已经找了这些资料了 我跟你讲 它用的是这个猪前腿的夹鲜肉 而且腌了12个小时才去煮的 调味是什么 调味都是祖传秘方 我已经炒了一份 等一下给你 厉害吧 祖传秘方你还炒了一份 因为我跟她很亲 真的吗 你先吃她的女儿是吗 没有 好厉害 好厉害 据旅游资料报道 宜兰市北门另一个排队人龙的店家 就是这一家现打果汁的人气饮品店 主要野绿豆沙和芋头沙最为出名 有机会路经此地的话 一定要喝上一杯 25年老字号 老板也纯属功夫 调制可口好滋味 怎么样 大姐 你的绿豆口味好喝吗 很好喝 很新鲜 很浓郁 而且我觉得它的绿豆跟牛奶的成分刚刚好 很像绿豆的味道 我跟你讲 它煮的时候 它是没有泡过水也没有去壳 总而言之 它要保留原汁原味 我一定要回去好好地研究一下 大姐 我跟你讲 你不要回去研究 每天叫我跟你磨这个绿豆 我跟你讲 有些东西这边喝就好了 不用带回去了 放心 大姐 你这个芋头都我帮你磨 好不好 这个芋头真的奶香很浓郁 可以然后很顺口香甜 我大姐喜欢绿豆 没有涮芋头 我那水 好 我试试看 我也是喜欢芋头的 不可以 不可以 换 换 你是 adaptive 换 Cream coming 换 Cream 好不好 好 快开 最后 anda 妳們每个人这样喝 等一下我的不是完了 你看 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